大家好,今天艾维老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该如何询问家人的数量呢? 好,before we start,在我们开始之前,look at this picture,我们看Lily的一家,我们数一数有多少个家庭成员呢? 1,2,3,有三名家庭成员,我们再看,Lily的一家有4个家庭成员,这是不同的家庭,有不同的家庭成员,大家可以数一数你的家里边有多少个成员呢? 好,现在让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开始学习,该如何询问家人的数量呢? 我们看,在询问数量的时候,我们要用how many,how many,后边加可数名词的负数形式,大家一定要记住,后边加的是可数名词,老师简单写,可数名词的负数形式,how many people,people呢? 它的负数形式和单数形式是一样的,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? are there,它表示的意思是,有,in your family,在你的家庭中有多少个人呢?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? 在你的家里边,在你的家里边有多少人呢? 回答的时候我们说,有5个人,在我的家庭里中,在我的家庭里有5个人,there are表示有。 there are,大家记住,后边加的是可数名词的负数,同样的是负数。 there are 5 people in my family,在我的家里边呀,有5位成员,1,2,3,4,5,对吧? there are表示有的意思。 好,同学们,跟老师一起读一下Lily跟Tom之间的对话。 Tom,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? Tom,在你的家庭中有多少人呢? 看Tom的回答,there are 5 people in my family,在我的家庭中呀,有5位成员。 好,同学们,现在跟老师一起看一下这个对话。 A说,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? 在你的家庭中有多少人呢? B回答,there are,这个加我们的数就可以。 there are 5 people,4 people, and 3 people in my family。 当然了,我们看这张图片是5 people,还有一个小baby出生了。 there are 5 people in my family。 好,现在跟老师一起选出正确的选项。 看第一道题,Lily说,什么people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? 我们说,are there是有多少人? 在你的家庭当中,看Lucy回答的是,there are 3 people in my family。 这时候呢,我们要对数量提问,数量提问我们要用how many,它是对数的提问。 how far是对多远,是对距离的提问。 how long是多长,对长度的提问。 也是对时间how long,也有时间多久,这样表示来提问的。 好,同学们,我们这道题选择A选项。 现在同学们可以跟老师一起总结一下,我们在表达,询问家人数量的时候,要用句型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? 在你的家庭当中有多少人呢? 回答的时候,我们要使用there are,这里边呢,加的是我们的数,number。 比如说3,4,5,6,and 6,and so there are 5 people in my family,在我的家庭当中有5位成员。 当然啦,有一些人呀,直接回答说,啊,回答一个数字,5,同样也表示,哎,有5位成员,这样一种简略的回答。 好,同学们,这节课询问家人数量,老师跟大家讲到这里,我们下节课再见吧。 See you all next time!